家乡豆腐这样做又香又辣 特别的开胃下饭 做法还非常的简单 成本不超过十块钱 比大鱼大肉都好吃 首先准备三块豆腐 先将它切成长条 大概两厘米宽左右 然后再把豆腐横过来 切成四四方方的正方形 我今天买的是三块手工豆腐 它比一般的豆腐更老一点 所以在筋的时候不容易烂掉 全部切好之后 将它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几根大蒜 现在的大蒜都非常的嫩 豆腐配上大蒜特别的香 我们将大蒜切成长一点的段 切好之后装入碗里面备用 起锅放入试用油 在油里面打上适量的食盐 将豆腐倒下去煎 倒下去之后不要着急翻动 煎至底部定型之后 就可以任意旋转 用炒子翻炒一下 煎另外一面 今天我炒的这个豆腐不打算 煎得太老 如果喜欢吃比较香的 就煎老一点 接下来放入自制的辣椒酱 再放入两勺辣椒面 一勺生抽 一勺老抽 一勺蚝油 翻炒均匀 让每一块豆腐都锅满料汁 这样做出来的豆腐非常的入味 哇 好香啊 炒香之后放入蒜苗 再用左手撒上少量的鸡精 不喜欢的可以不用放 最后将蒜苗翻炒至断生 就可以出锅了 一道鲜辣滑嫩又好吃的 家乡豆腐就做好了 接下来我们将它装入碗中 大家可别小看这三块钱的豆腐 每次家里做了这个菜 它总是第一个光盘 不管是大人小孩都特别喜欢吃 嫩滑爽口 开胃下饭 名人不说暗话 每天分享一道美食 就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如果您也喜欢吃豆腐的话 就赶紧收藏起来 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留言并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谢谢您